我們看一下這題目 式解這個不等式 那首先 2x平方-3x加1 我們可以說這樣分解 這2是1乘以2 1是1乘以1 那因為這裡要-3 所以這正號我們化為兩個負號 這-負是得正 這時候我們得到 這是-1加上-2會等於-3 因此2x平方-3x加1 我們可以把它分解成 這是x-1去乘以2x-1 那麼這時候 這是要大於0 所以呢相乘大於0 我們x呢 是大於大的 然後小於小的 那這時候 我們如果令這四字等於0的時候 這x是等於1 或是x等於2分之1 所以大的是1 小的是2分之1 因此呢 我們要回答 這是x大於1 或者是 這x要小於2分之1 這一個答案